把多种中药材晒干磨成粉制作传统香包您看过吗 基隆基安工这场端午节民俗活动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跟市议员何淑平、吕美玲 民政处长张元祥和信义区长吴小慧等贵宾都共同来体验推广 有人就研究就把仓土跟艾草把它研成磨成粉 把它放在用布把它包起来 那后来慢慢去改善变成有香包的存在 那目前以前我看到市面上在办香包 其实它只是一个吊饰品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 所以就塞海绵 绝对第一次看到用把药材放在里面 真正的香包 那香包很特别因为放了很多中药 那我觉得像传统这样做法的已经没有了 能够用一个趋吉避凶的方式 让每个民众得到安心 我觉得是基安宫做了一个很大的功德 基安宫基隆市政府 八五节快乐 除了推广传统香包 基安宫也结合义信里里长跟社区民众 邀请副市长邱佩玲跟议员们一起包粽子 满满的卤肉香菇栗子包进粽子里 要将色香味俱全的粽子赠送基隆的独居长者和弱势家庭 让大家感受佳姐的气氛 那另外一个是 这就考我的功力了 现场要来包粽子 在来之前我还在吹牛说我最会包的 等现场包了以后 看到大姐姐们包的才觉得自己 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在端午节前夕来制作香包 还有包粽子 还有家里挂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呢 是仓谱 艾草跟龙树 这样子挂在门口可以趋吉避凶 然后他包的那个粽子 我们这志工妈妈包的粽子里面料多实在 里面的卤猪肉很Q 还有栗子 香菇 还有虾米 还有那个糯米 真的是很Q 让我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端午节 我们知道季安宫 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宫廟 那从东山过来 而且季安宫本身有非常多的宝藏 包括它种了非常多的植物 它也利用这个植物做了非常多自然的东西 待会实际上我们的董事长 可能会一一的跟我们大家介绍 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庙方与地方民众的爱心送暖 季安宫董事长苏文祥也带领副市长 参观季安宫的神像特色 与全台难得一见的瓷砖壁画群 透过这场端午节民俗活动的推广 祝福大家端午节平安快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